作曲 李宗盛 借满正义两道 创天有分数 然而破坏过 亦煽动过 我亦要扭转天而破天网 灵魂拍卖远方 毁斜脸涛光 曾奇构梦中 美梦成空 人情断路终在道歉中 千亿已变命理尽头 难度再灰狗 人会着过国 爱恨难终 人贩时问不及昏藏已收 灵魂当仍遇过 宋史艺文字五行累 一句记载 唐太宗李世文明施天盐李淳峰 火山令袁天罡以述数推算过运 李淳峰作图推算 袁天罡易卦两者互相复刑 图尔一雄一百两环交替为第一仗 由唐代开始 预言往后中国历史 包括武则天 杨贵妃 杰木真 朱元璋 满清入关 建立民国 日本侵华 最后袁天罡以两手推李淳峰后背 是以密载是天机而终止 亦为最后一章之第六十章 呼名药 推背图 唐太宗对推背图惊叹不如 思维国王 最后增绩亦成为唐太宗陪葬之物 李淳峰和袁天罡各自凭记忆 密写多一份推背图 不过因为唐太宗对李淳峰草赏有加 袁天罡为此妒忌不异 从此两家反目成仇 暴民分家 李家藏途 袁家犹巢 更发独誓两家从此互不通好 为这必诈天险 皇上, 边关八百里快马急步 边防告急 皇兄, 如今大宋兵精良足 何具涉丹来犯 臣弟愿意带兵出关 必可大胜 据探子回报, 涉丹陈兵数十万 来势匈匈, 硬拼只会两败俱伤 我大宋江平定南堂 士气正和, 只是一举殲滅涉丹大好机会 正是大战过后, 仲仗时身心俱疲 我们应该先向涉丹以和, 再休阳生息 以和即是认输 皇上应该趁此良机 一股再去重创涉丹 请皇上定夺 施和施箭, 请皇上定夺 请皇上定夺 皇上定备他 皇上正在参嘗 朕如果能解通这张推配图 朕就可以决定, 师和师之 这个童子投杰, 手持尖叉益旗 薛丹男人都是紮商鞭 应该就只薛丹人来访 童者初也, 我視為駕子 以生趙屬鼠 童為小, 我介作小鼠 如今, 只是駕子連小鼠之人 再看歧盤來, 對手無人 而雖出宮, 只剩一兵一桌過河 好像是暗示朕 如果朕如駕出征 只會戰至一兵一桌 但是途中的宜山太陽 朕還沒假通 可惜, 如今就沒人 為朕解釋這個途 皇上, 你是想去李成天嗎? 大哥, 西中皇帝駕崩 他兒子只有七歲就登基 各個對我們後洲虎視眈眈 既然大哥店前都檢點 又擁有兵權, 不如起兵擠粒為王 我受先制托顧, 康扶幼主 你這樣就叫我做個亂神賊子 天下大亂, 正在時勢做英雄 照大哥鎮備一夫 重將是職勇大哥為王, 誓死效忠 你是甚麼人? 膽敢潛入本稅軍營 來, 有此客 住手, 藏士可以潛入本稅軍營 如果要殺本稅, 早就能動手了 郭亞氣道不凡, 未知有何見教 趙帥, 果然有見識 不過是將來一統天下的真命天子 一派胡言 真命天子, 並非是一派胡言 是上天注定 在下, 李成天, 你是李淳風的傳人 今天特地為趙帥送上這張推背圖 我, 這張就是唐太宗命令以淳風所寫的推背圖 正是, 推背圖以撐圖推算未來 這張是跟趙帥有關的第十六象 這張推背圖有本稅的撐圖 這張圖有五樓長宋的男子 一身武裝長袖, 提名將軍 替兩堆柴火加柴, 雙火加木是榮智 後周皇帝正是柴榮 而這位將軍偏偏要蕭柴 也就是說有滅洲之言 燦藥, 無無加身, 天下太平 順天應人, 無古無金 天將一統負真人, 不殺君民 更全切, 身等同身 也就是說將軍身披黃浦 雙火為賢, 加上就是賢王 也就是說真命天子 皇婆 元朗王萬世萬萬世 可惜之後你成天就消聲匿跡 這張推背圖第十七象 就沒人可以為朕解開 天就來黑了 你成天這盞明燈 到底你身做何況 公子你一身貴氣, 微青木獸 面繁紅光 盡頭有肉, 避涼氣勢, 直衝燒汗 整個大富大貴之相 真的? 不過今天找神相指點迷津的… 不是我, 是他 神相 不怕得罪說一句 你頭尖額則無利貴格 微粗截斷爹良早喪 盡頭無光, 錢財花光 一生為人懶惰, 生成兇漢 無財無親人 有苦有難, 就有血光 我這輩子是不是都沒有暈眩了 本來就沒有了 不過幸好遇到我 等我和你來個大批 然後再祈福改名 那就包你皮疾太久, 好運一齊耐 只不過… 要一泊大量 改了命一點也不貴 只不過這樣 我從出生到現在都沒捱苦 父母也好好照顧我, 衣食無休 這樣的大富大貴命都要改 我呢, 你… 我什麼?我才是真正的少爺 你為我輸童, 你又看不出來 我最多寒酸一點 你又說我身無昏物 雙手又突破 你又說我好勇鬥狠, 是嗎? 聽到見人說人, 見鬼說鬼話 娘, 什麼都看不出來的 你這個神棍 我一生求你替我祈福 你居然騙我 娘, 不要怒氣 你呀, 上次騙過我娘也一百兩 我會馬上拿出來 要不然, 馬上帶你去見官 不要… 我給我一百兩 算你知機, 照顧我 我是這裡最大的製香廠 千里香的大少爺 叫葉陽, 專門對付你這種神棍 兩輩子, 我們走了 阿冬 是, 大官 你幹甚麼? 吉祥叔 楊官 咖啡呢? 你還沒回來 表哥 光是聽聲音又知道好東西 借來玩玩 我花了一百兩銀才買了趙子龍回來 你來聽聽玩笑, 真的 這次總是有仇報仇 來, 上 大關刀, 咬他, 咬他… 來, 咬他, 表哥 一百兩刀來, 咬他, 我放口 是 大關刀, 不愛如是 大關刀 是甚麼事? 老爺回來了 oque咬他, 吼我 太 neglig了 老爺, 老爺, 老爺 爹, 你居然有臨香, 你做的嗎 做了一整招 做得不錯, 每瓶都這麼均勻 不功夫, 不像是你的手勢 你又叫阿平幫你做 怎麼會?爹, 真的是我做的 你還在趕大把? 剛才我一路回來 通街的人說你用百兩萬的食訓 你這個情人是敗家底的 我千里香一分一錢都用血汗來引回來 你現在一個拜託你給我敗了 爹 我們這麼多元糕, 洗十小也洗不完 你吃飯不知道要買貴 洗腳就不抹腳 我拜託你拿食訓回去退錢 八個就好, 七個就好 總之, 這麼多都要拿回來 現在貼錢也沒人要, 為甚麼? 你只是踩扁了 你這個臭小子 爹, 什麼事… 表姐夫, 京中傳來消息 說涉丹大軍犯境 如今皇上不知道打好還是不打好 打仗 那不是要當兵嗎? 這個奸賊也應有此寶 爹, 什麼奸賊? 不就是蝕丹 我們曹州的地處是誰 如果開戰, 一定要成為雙方的戰場 如果以往, 又一定要割我們曹州 那豈不是打好死, 不打好死 來吧 好…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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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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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李承天, 人一百兩這麼多? 捉到他就不用做了 當然了, 讓我捉到他就好了 誰是李承天呢?這麼重想一定很難捉 這個李承天, 朝廷秉賢 一百兩黃金捉他 我巡貼板不用打算說得多 批定他一定是蝕丹日的艱辛 這有點道理, 但我還想知道 這次蝕丹犯境 我們當今皇上究竟是戰還是禍呢? 而我們曹州也能夠安然度過這一劫 在座大家都是玄學的名家 我擺下這個英雄宴, 想雜思講益 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批言? 劇本人今年年初 用玄空九宮飛升大法測過 今年紫微升入尼納 五行屬火中去, 必有武裝披甲之事 這一場仗一定能打成 我紫微谷金口一開, 絕不反口 你年初是說有大事的 但沒說過打仗 沒錯, 不像我巡貼板一樣 我實牙實施批定 我已經說過立下過後 是楊木火王, 一定是一場血戰 我夜觀星象, 見幼拔星光芒大勝 而主星閃爍, 應該可以安然度過 我諸國神算起的掛象是尼掛 注定是戰敗之象 打仗打輸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你又說打贏 大家 省安無措 既然各門各派各詞幾敬的話 容許我改一個說話 我覺得普天之下最準確的莫過於就是 推背圖 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寫推背圖的人就叫李淳福 而他的後人就叫李成天 也就是當今皇上要找的人 李淳天 推背圖我們當然知道他是神妙之處 但已經遺失了幾百年 難道楊官你知道他的下落嗎 我跟過師父 他曾經是大將石手信的徐從 他親耳聽石手信的說話 他說當年皇上陳橋兵變, 旺袍加身 得天下之後, 杯酒式兵拳 傳憑一張推背圖的十六象 古路相傳, 推背圖是天下第一奇書 只不過我們大家也沒見過 也不知道是怎樣的 何以見到他的神奇 推背圖就以參眾圖易掛掛像組成 傳上六十象 每一象都遇事一件大事 所以誰能得到推背圖 誰就可以以知過去未來 掌握天下的大勢 跟神仙差不多 有這個推背圖 這本書豈不是比皇帝更厲害 楊官似乎對推背圖深信不疑 我不管你們信不信 但終有一天 我一定會找一張來給你們見識一下 讓你知道推背圖的離開 今天天氣真好 大官, 我們不是上工場嗎? 難得才出來 幾點玩就才回去 娘, 我們真的要走快點 她追上來了 兒子, 怎麼要停下來? 娘, 別吵架, 跟我來 別走 你走了嗎?我一定捉到你 過來, 叫你們倆 是 什麼事? 是, 記不記得我兒子拖著外婆經過嗎? 有, 難怪都盲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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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那邊而已 那邊? 娘, 小心 娘, 我們真的要感謝這位公子 出手相救 謝謝公子 不用客氣 我生平最討厭人欺凌弱小 好痛 娘, 你的手受傷了嗎? 可能是剛才拆損了一下 那我大可小的 最壞都是那張推背圖 什麼圖? 兒子 不要, 娘, 我們走了 既然你娘受傷了 不如到韓社休養一下吧 四海之內佳兄弟, 這樣說吧 再一下葉養, 未請教 上下元氣 元兄弟, 你好 娘, 你先坐下來休息一下 慢慢 那我先出去 有什麼需要的, 儘管叫我 謝謝, 楊君 大官, 你要金倉藥嗎? 行了 我懷疑他們有推背圖 真的嗎? 所以無時不要跟我夾緊他們 不可以的… 娘, 這幅圖 因為我們帶來了很多麻煩 不燒了它的話 會招來殺身之禍 不可以的, 我們答應了別人 我們要言而有信 娘, 你給我 不可以的 娘, 你們幹什麼? 這張是… 這張是推背圖 什麼推背圖? 我實在想弘化 就是因為這張圖 我和娘差點連命都沒有了 我不想娘再有危險 所以我決定要燒掉它 我… 我們…我們答應了人家 要把這張圖交給皇上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娘… 娘, 請坐下 我們只不過是平民百姓 就算我們有命上到京城 皇上也不肯見我們 袁兄弟, 究竟是怎麼回事? 娘, 實在是這樣的 我和娘戴著爹的骨灰 打算回鄉安葬 誰知道在中途 就遇到一個劉短蘇的男子 被涉丹人追殺 劉短蘇的男子? 那個男子身受重傷 之後他就交了這張圖給我們 要我們盡快把他帶去京城 交給皇上 說跟什麼大宋的興望有關 看來這張圖…推背圖, 應該很重要 我不知道他什麼推不推背圖 但是我娘說要遵守承諾 我們就在拿著這張圖之後 不停被人追殺 我娘慢, 我們怎麼上京才行? 是 我知道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燒了這張圖 我才可以打燒娘上京的心 我娘, 你讓我師父… 冷靜點… 你們這樣搶罵, 不能燒也難了 其實你娘這麼做是君子所謂 我也知道你孝順你娘 但你也要尊重你娘的意願, 對不對? 楊冠, 你也說得對 好了, 娘, 我不燒那張圖了 我幫你收好它 你整天口口聲聲都說要燒了這張圖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燒了 要得的, 你快點把我送回 娘…我還給你… 楊冠, 麻煩你幫我交一張圖給我娘 娘 阿玄, 媽媽, 拿去找… 娘, 你拿回那張圖了, 你可以放心 是 我陪你八倍吃, 好嗎? 是 我們答應了別人就一定要… 是的… 袁兄弟… 楊冠, 你真的打算燒了這張圖嗎? 不燒了這張圖, 會後患無窮的 不過我現在最苦惱的 是我所有的銀兩已經用完了 但是我連想安藏我爹也無能為力 你真是孝順 你和娘也不應該承認這種苦 這樣吧, 我有廿兩 如果你不嫌棄, 先收掉它 就照這張圖了 如果你能信我, 我就替你代為交給皇上 楊冠, 你對我真是恩重而散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報答你 這張圖, 你收起來吧 四海之內加兄弟, 我也是盡力力 謝謝 這張圖就是推背圖 我不敢肯定 就算是假的, 只是沒有廿兩而已 但是若然是真的, 就真是無價之寶 所以今天叫大家來 希望大家可以參嘗一下 看看內裡有什麼玄機 這張圖, 竹邊這個一定是蝕丹人 口還噴火 難道蝕丹人會用妖術嗎 還踩著白骨, 真是殘忍 不是, 應該說是死人無數 不是吧? 請大家聽我一言 我想一整晚終於被我拆解到 途中這個蓄邊噴火的人 很明顯就是外族 噴火, 因為現在是小鼠盛夏火 火為南, 即是向南進攻 可以解說, 蝕丹盛夏向我大宋進攻 參約大洞干哥地洞山河 很明顯蝕丹會佔上風 而腳踩五斤白骨 即是會攻陷我們五個州 化成白骨, 即是死傷寢直, 灰飛煙滅 很大機會會是屠城 屠城… 不是吧? 真是有很多人害怕的, 別說 我只是依照理解 途中有馬狗, 馬狗又叫馬蟲 即是曹州會落入蝕丹之手 其他人呢? 乃官, 你們說得這麼準 大家都趕著走爛吧 黃三, 像一般, 四次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真是一般, 現在就是善著 這次是玉天復丹的 全部是穿作附會的假圖 朕明知道這是假的又如何 朕手上這張真的又如何 朕始終也參透不了圖中的玄機 李成天,朕不需要你的時候 偏偏就不在朕身邊 走… 走快點… 還是又是拉撞撞? 老婆娘 真是人間悲劇 不可以拉我,還是走圍上著 快點… 快點,不要拉我老婆娘… 老婆娘,你在哪裡?娘… 小妹妹,不見了娘嗎? 我也是在找家人 你怎麼回來了?你怎麼這麼久呢? 這女兒坐在那裡,不知多開心 總是要扭我走多幾轉 老婆,洋出面吧,麻煩你 來 洋出面 你有沒有聽說皇上已經駕崩了? 有,聽說後洲太子只剩七歲 看來快要打仗了 那天怎麼買這麼少東西? 是呀,外面四周遺傳,皇上駕崩 那些東西就貴了幾成 天下大亂了,到頭來不是身奉我的老百姓 自從唐朝滅亡之後,經歷了五代戰亂 這百多年沒有一天不在此打仗 可謂民不聊生 你說若這個時候有個真命天子 可以平靜天下,一統江山 那就可以做福百姓了 你以為你是神仙嗎? 放棄這裡來中原這麼遠 有陣子還沒帶我來 你別想太多事,快去做事吧 皇蓬 元朗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你把推背圖交給朕 皇上,適可而止 朕要的,全部推背圖,一張不可燒 我們先躲起來 來,兩者,那邊的房子 廠房還沒燒 燒了六天了 那邊好像有火 那邊有事單兵 我引開他們,你先抱著女兒 小心 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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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楚君,你們去哪裡? 來吧 豬女, 娘找你, 豬女 娘 豬女 你找到你娘? 豬女 是, 大嬸 豬女… 好了… 一家團聚… 一家團聚 大嬸, 你的女兒也很精靈 你想怎麼樣? 你想親戚怪我的女兒嗎? 什麼?我養像壞人嗎? 誰知道像, 簡直是壞人兩個字 坐在額頭上 你還想怎麼樣?你想拐我女兒嗎? 你這個壞人, 我就打你才行 豬女, 你停手吧 豬女, 我們走 好心幫你找我女兒 打賞多少也好, 還好心著雷劈 算了, 總算幫人家一家團聚 豬女, 自己又不知道何時才有這種福分 都找了十幾年了 你們母女到底去了哪裡? 你們曹州也要走爛的嗎? 我還沒打到你 不過曹州出現了一張推背圖 說明曹州一定會濕陷 還說會逃成十日, 那我們走不走? 還要是千里香的葉陽大少說的 推背圖? 好, 難道梁子和楚君? 阿婆, 這裡十兩銀 我們說好一張一半的, 你就收起它吧 你現在年輕人真好 你真的分一半銀兩給我 我元氣雖然是一個騙子 但我說不欺騙好人 和你這些老人家 大家都是平水相逢 剛好就要撞車 有一條水魚 大家夾去找飯吃而已 阿婆, 你收好人兩個回鄉 有頭髮誰想做辣椅 我阿婆也不想到處流浪 這次遇到你真好 對了, 我… 我有個餅, 來吧, 讓你吃吧 你吃吧 阿婆, 餅很臭 我們的鄉下的餅 不斷流浪, 大蒜味很重 你吃吧, 吃吧, 好吃 好…我吃 吃吧 真傻瓜, 被人忘了再後都不知道 那我走了 外後… 走得這麼快? 你怎麼走路呢? 年輕人, 知道曹州是否向這個方向走嗎 去那邊 人倆呢? 你別走啊 還不是你? 你什麼? 大家出來找吃 找到吃, 找不到就不吃 你沒理由吃完我一份 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你拿了我的銀子還不認識? 拿出來 我老過而已, 怎麼會拿到銀子呢? 我剛才被你撞一撞 銀子就不見了 不是你偷, 是誰偷? 當然不是我 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 你被人騙了又關我事 你這個人挺無恥的 出來走走江湖, 不是這樣 你快點拿出來的人 我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好, 停… 是我拿了… 你終於肯認了嗎?拿回來 如果是我拿的 又怎麼會放在身上被你撞到 那是傻子 我又藏在樹底下面 要的你自己去刮 算你幸好, 下次沒命 真是傻子, 這樣也相信 我知道 蜂巢 蜂巢 王子, 救命 真是不需要你 stim 是可以 intrins 快點 快點, 走呀, 走呀, 走呀 快點走呀, 走呀 興凱, 請問一聲 千里香在哪裡?不知道 不知道 人們跑得這麼急, 發生什麼事? 差大哥…想問一問千里香是怎麼去的? 誰都知道 那邊最大的招牌就死去千里香 差大哥, 你什麼事脫下官服? 朝廷拉撞頂去打蝕丹 快點拿官差也要上戰場 不想死就早點走 爹, 你相信我吧 我們一家人都是走為上著 走…一旦都是你, 亂解什麼推翻圖程 現在整個曹州城都被你搞得雞飛狗走 那我只是依徒解說 你拿著一個這樣的圖, 怎麼說都行 就算這張圖是神文, 你又懂得解嗎? 現在還不知道你說得對嗎? 就已經弄得全程恐慌 正所謂未見其利, 先見其害 現在最慘的就是讓你連累家裡的生意 你們看, 走的那些工人都全都走了 當然是因為他們相信推背圖夠多才會走 沒有而已 表姐夫 表姐夫, 怎麼樣… 我已經用盡辦法了, 沒法子留下那些工人 他說寧願不要銀兩 也不可以冒一條命這麼說 是不是? 表官長, 這個警察大哥 是說你找表哥的 不知道找我什麼事? 在下姓張的, 是京勝利的公差 聽說你手上有一張推背圖 我是奉命你, 是印證真偽的 驚承這麼快就知道了? 我…我想這是誤會的 我張推背圖是真的 這張圖是假的 假的? 這張圖是假的 假的?怎麼會呢? 這張圖只是重複說會打仗 推背圖又怎麼會這麼淺薄呢? 聽街坊說, 你對術數也有鑽研過 不過就好像沒讀過書一樣 裡面的首詩是晚堂的詩 幾害, 遂而守 推背圖的訟文是用來解釋圖的玄機 對嘛, 既然能夠預知未來 那用萬童的詩有什麼出奇 算你牙尖嘴, 不過我畫都是假的 唐代的紙通常是用柱皮、檀、楊香 木芙蓉或竹所製 還要納過才可以用 但你細心看看這張紙 紙弧均勻, 光滑柔軟 這種技術要到五代, 到現在自有 這張紙分明是宋寺, 推背圖是初唐之物 怎會說是宋寺之上呢?你想想 假的 過緣你騙我 走… 快走… 快走… 快走, 帶過來 快走… 老闆, 到時候, 我就被封鎖我的毒 還專門鎖我的臉 上來曹州城? 被我找到你, 你就知道死了 推背圖, 阿士大人不會再打你 到時候徐州會被掩滅 不是吧? 不, 推背跟我亂打的 這樣也會弄得這麼大件事? 滾路 是你? 不是 是你 絕對不是 捉住他 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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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挺厲害 放開我, 放開我 放你? 各位, 什麼徐州會弄灰飛煙滅 就是這隻小龜蛋弄出來的 所以大家不必惶恐 你跟大家說得清清楚楚 你是怎麼用假的推背圖來騙大家 撐住 我說… 說著放我 說著 那天葉少爺你在熱酒樓說 你想要推背圖, 是不是? 是嗎? 但終有一天 我一定會找一張來讓你們見識一下 讓你知道推背圖的厲害 那連你娘和那個惡霸都是假的 那個惡霸是我在街上 故意弄他那樣爛爛爛 就追著我來打, 是你才信的 你為英雄 是誰? 畢哥 不要走 徐州, 我沒逼你要的 是你自己說要的 你還想狡辯嗎? 回來你哄我入局的 什麼哄你入局的? 我搞這麼多東西都是騙著你二十兩 我只是用一口飯吃的 你也吃得多黃美 大家清楚了 是他令曹州的人民雞飛狗走的 今天一定不能放過他 慢著… 我那幅圖別說曹州會兵方馬亂 是你自己說大狀, 我覺得誇張 弄得個個個雞飛狗走而已 如果要算數上來 好像你是比較大責任, 打算吧 是呀… 是呀, 他有道理 畢哥, 你挺人 不見官才不流眼淚 跟他說那麼多幹什麼? 一旦炸就噴他吧 吊起他 放我下來 糟了, 快點放我下來 要不然我煎你皮刺你骨架 你們三個鬼男, 放我下來 別走, 放我下來 救命呀, 放我下來 救命呀 死道士, 放我下來 放我下來 吐聲什麼聲音呀 真是活該打你 鬼鬼是要做些被人打的事 打得你少 你真是個道士, 給同情心得 你出來招搖撞騙就預料被人打了 想人同情你, 天真是活該 大家出來走江湖, 說道義好 拿回你的銀子來 你沒了銀子, 就當自己馬上回覆 拿一張假推背圖出來騙人 自己作的業, 自己受到好英分 你這次說法 我這些叫做騙子 當然騙人的銀子就走了 好呀, 而且這幅圖又不是我解話 我怎麼知道他搞得這麼大事 真作假時, 假認真 人的本性就根本是這麼愚蠢 人心不足, 一年之間 就被自己的心魔迷惑 用自己的意思去解討 不過話說回來 要不然你偷了我的銀子 我就不會回來這裡 就不會跟著被人吊高我 那天跟你在一起的那個盲婆 其實她是會開眼的 她不知有多狡猾 給你吃個餅就吐得你死死死死 還拿了你的銀子你都不知道 難道我真的被這個盲目騙了 是, 你喜歡怎麼想就怎麼想 總之我沒拿過你的銀子 真是不是 不是呀, 想想想真是自己壞了 抽到絲 怎麼這麼像那些推配圖呢 你說是就對了, 你信不信? 不信 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畫的 是我當年是憑記憶畫出來的 不過這麼多年都參透不了當中的玄機 難怪皇帝也不知道該怎麼算好 有多難 一看就知道, 還有多少殘局 我又知道是殘局 這個殘局不是這麼多人認識的 不過你找到人 我十歲的時候已經是企王 那時候我專門在街上 破人家的殘局來找飯吃 這個殘局是當年有一個樂婆的樹生 但在他窮途末路的時候, 他創出來 然後他在街上擺攤我來找飯吃 真的騙了很多人, 但騙不了我 這個殘局叫做天一神髓 天一神髓? 楚河天水?難道黃河? 黃河之水天上, 奔流到海不復活 不是蝕丹侵送嗎?是黃河崩堤 你看看 黃兄, 五十萬大軍已在城外齊集 只等皇上一聲令下 朕這次御駕親征 只望並非第十七象所時 出貢紙城一兵一卒 皇上御駕親征, 只會振奮軍心 必可大勝而歸 參見皇上, 探子回報 蝕丹遼皇急病收兵, 黃河崩堤 洪水直染何間虎, 再逼落陽 我不是跟薛丹仁開戰 是皇河崩堤 原來朕一直都是心魔作祟 以為是打仗 原來是皇河崩堤 為何我到家下才參討得到 直渴適宜, 已經太遲了 武漿打了… 是皇河崩堤 水湧著去河甲府, 湧著去洛陽 武漿打了… 皇河缺體? 難道那個臭道士 手上找出推背堂是真的? 我連娘子和女兒都保護不到 教得要家破人 憑什麼說要救天下 又推背堂又怎麼樣? 怎麼樣?到頭來, 豈不是又害了自己? 所以我願意你… 自然, 如這類很生氣 你這樣看… 不會嗎?我encias 和男女性那樣 來自家招生, 我也會談但我… 才招生的歌 這段很傷心… 如果我喝太多了, 要再不就… 我不會不在一室 我不會不在一室 你不在一室家 她問我, 我不會不在一室家 你不在一室家 你不在一室家 我不會不在一室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